仔细观摩着岩层中的新发现 这些地层属于侏罗纪 距今有1.6亿年了 这里的恐龙化石 是由当时河流冲击搬运沉积形成的 辐射范围3公里 化石分布面积比较广 本次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 区域地质调查队承接的 自贡青龙山古生物化石调查 及其复存地层研究项目 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把这片区域 古生物化石状况摸清 另一个就是开展恐龙化石 复存地层的研究 现在通过过多月的工作 现在已经找到了恐龙化石17处 恐龙化石水块的话 就是那种 背骨 脊柱等多个部位 空间分布上跨度约3.3千米 数量之多分布之广 国内罕见 专家们根据已发现的恐龙化石 推断 该区域恐龙化石的数量和规模 有可能与大山铺恐龙化石群相媲美 全媒体新闻中心综合报道